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读毛主席长征期间写的最后一首诗词 气势辉红,雄势千古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杰出诗人 毛主席的诗词不仅为中国人民喜爱,在全世界也颇有影响 一些外国的领袖政要,更是经常引用,赞不绝口,充满敬佩 著名诗人张可嘉说过,毛主席诗词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他的诗词内容博大精深,意韵深刻 展现了一部中国革命史的宏伟画卷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毛主席一首著名诗词 清平月六盘山 清平月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不道长城飞好汉 屈指行成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曼卷西风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复住 苍龙 清平月六盘山是毛泽东1935年创作的 最早建于1938年11月27日 毛主席赠李公浦、张曼云夫妇的首记 1941年12月5日 非正式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心集之二》 横梅上 建国后正式发表于1957年出版的《诗刊一月号》上 这篇作品的首书至少有九幅 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和甘肃省东部 南北走向约240公里 海拔2938米 六盘山陡峭险峻 须盘旋而行 自下而上约60余里山路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翻阅的最后一座高山 清平越六盘山是毛主席在长征期间写的最后一首诗词 1935年9月 红军越过民山后 进入长征的最后阶段 10月初 连续突破了蒋介石在六盘山一带设置的多种军事封锁线 10月7日 毛主席带领红军在六盘山附近的青石嘴 歼灭敌骑兵的两个连 当天下午到黄昏 红军一鼓作气登上了六盘山主峰 清平越六盘山这首诗 写的就是翻越六盘山时 红军战士气冲硝悍的壮志豪情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燕 诗人站在六盘山巅峰之上 只见秋高气爽 天空晴朗 淡淡的白云自由地漂浮 南飞的大雁已飞出了天际 这两句情景兼容 意韵丰富 令我们感受到诗人博大的胸襟 与豪迈的气魄 诗中的妄断 饱含诗人对远在南方的战友和亲人们厚重的情感 与浓浓的思念 不道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由前两句的写景转而写情 这两句抒发的是诗人的豪情与壮志 长城指六盘山附近的古长城 在这首诗中借指长征的目的地 即陕北和抗战前线 不道长城非好汉 以气壮山河之势 表明了红军战士抗击反动派的坚定信念和整整誓言 这句话在今天 依然是人们鼓舞士气 激励自己的豪言壮语 屈指行程二万 诗人说 屈指算算 我们已经走过了两万五千里路了 这是诗人对历经千难万险的行程的回顾与感慨 屈指两字 轻松而又自然 但却显现了伟人热观豪迈 而又从容不迫的凝云气魄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在六盘山高耸的山峰上 鲜艳的红旗迎着西风漫卷飘扬 红军在六盘山又取得了新的胜利 山上红旗飞扬 战士们兴高采烈 胜利的场面给大家新的鼓舞 也预示了新的征程即将开始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复住苍龙 一指今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已经紧握住了捆绑敌人的长绳 什么时候才能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呢 这里诗人对强大的革命力量 充满必胜的信心 我们有经过长征历练和身经百战的党和军队 我们有自己的人民武装 附助苍龙 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毛主席的清平岳六盘山 色调名利 境界高远 全师情境交融 气势辉弘 今天 重温毛主席这首 气势雄魂 一进高远的壮丽诗篇 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不到长城非好汉 这铿锵有力的豪迈宣言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 不惧艰险 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 以及一定要彻底打败反动派和抗战毕生的坚定信念 好 刚才我们读的是 毛主席长征期间写的最后一首诗词 气势辉弘 雄士千古 摘字 闲来画纹史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